總共參選人侯友宜出席桃園地方活動 要參選的立委呂玉玲年緊緊 但藍白河卡關引爆基層焦慮 要選高雄立委的李明璇開第一槍 邀柯文哲站臺 聽在侯友宜耳裡自然不是滋味 想要以黨紀綁住小姬的心 但藍白河列車開去哪 傳出韓國瑜曾親口告訴柯文哲 沒有侯柯沛就是侯寒沛 不過這番說法遭韓半駁斥 並非事實 請外界誤以而傳而 柯瑜是我的老朋友 我對他的很多的忠心的信念 我們的想法都是一致的 藍白河大家在共同的理念跟想法 才能夠一起並肩作戰 有共識的部分很多 但最後只差在一個總統選舉的問題 他只是在爭執之後 怎麼選會比較好選 順情自然就是沒有期限 相較之下柯文哲跟藍營合作 看似不急或許是早有備案 傳出柯郭河已進深水區 要轉移郭台銘10%支持度到自己身上 共推副手吸納財經證件 都是合作重點 傳出這週就會有實質進展 藍白陷入僵局之際 國民黨要用韓國瑜凝聚士氣 柯文哲則僅年郭台銘以拖待變 用時間換取跟藍營照板空間 三立新聞實名器林凱鈞 那麼就因桃園報導